大家好我是真过眼 我们今天来说一下 这个自动分风器 它有什么用途 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来使用 这个自动分风器 那么首先 大家可以看得见 这个自动分风器的槽门 我们已经装好了 那么装好了之后 这个位置 就是给我们装这个单向门的 那么风王还有雄风 它要从这个口出来 攻风从这边就可以出来了 那么这个风王和雄风 出来的地方 有两根杆子 这底下这个比较粗 这上面这个比较细 那么我们现在把这个单向门 给装上去 那么把单向门装在上面 这一坎呢 它这个单向门 从里面可以往外面打开 就是雄风 它可以把它这样撞开 从外面就没有办法再回去的了 那么我们把它装在第二坎 装在底下这一坎 大家可以看见 装在这一坎的话 那么这个门就完全的关死了 动不了的 如果我们要除雄风 我们风箱里面的雄风太多了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单向门给装在这个能活动的这上面 然后雄风出来的之后 它又回不去了 出来之后它就没有办法回去了 那么这样就可以达到一个除雄风的一个效果 然后这个球王龙就不要装上去 就只装这个单向门 这个球王龙我们就不要装 那么就可以达到一个除雄风的效果 那么比如你现在想换王 你欲有风王 你想来换王 那么也很简单 我们先把这个单向门装上去 如果里面有雄风的情况下 我们先让雄风出来 回不去 那么当你王台成熟了 比如你的王台还有两到三天就出房了 封盖五天或者封盖六天了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摘一个王台 放到这个土壤的风箱里面去 然后把我们的球王龙给装上 装上干什么呢 装上等风群分风 那么你借了一个成熟王台进去 那么这个时候风群 它就会发生分风 老风王就会带一部分的攻风飞出来 那么飞出来之后 它从这个单向门出来了 风王从这个单向门出来 出来之后回不去了 那么我们找块硬纸板 像烟河的纸板 也先把这里塞起来 把这球王龙拿下来 那么这个老王就换好了 风王出来之后 被这个球王龙给困在这里面了 那么没有风王的情况下 风群分风分不成 那么他又会回来 那么等风群回来 全部进入箱内之后 比如天黑了 或者是第二天了 你就拿个纸板从这里塞进去 把这球王龙给取下来 那么这个老风王就任你处置了 你想掐死他也行 想拿去给别的风群寄养也行 这个就随便你了 这个就是自动分风气的 它一个用途 当攻风全部回来 在这个门口截风胡子的时候 你也可以用个纸板 把它塞起来 把这个球王龙取下来 取下来之后 你就把这个风王给过到你的球王龙里面去 然后把球王龙吊在 吊在你的那个收风龙里面 然后来把这挂风胡子的风 全部给它收起来 收起来之后 你再重新拿一个箱子 把它放到那个风箱里面去养 那么这样就能达到一个土壤分风一个效果 很多人他就会纠结这个球王龙太小 很容易里面就装满了雄风 其实当你需要进行人工换王 人工分风的时候 那么我们提前一个礼拜 把这个单向门给装上去 让里面的雄风出来了之后回不去 那么就可以完美的解决这个问题 而不是说等你要分风 要换王的那一天 你才来把这个装上去 不是这样子的 我们提前把它装上去 让里面的雄风出来了 回不去就OK了 没问题的 如果有需要这个自动分风器的 点击视频 下单非常好用的 土壤风群的福音 你土壤风群 如果你想进行人工换王 人工分风的话 你不介入这种工具 是没有办法实现的 非常麻烦的 好了 如果有需要点击视频 下方小王车下单